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说一模它的重要性在于不仅仅是它是一次模拟考试 是一次比高考程度要略难一点的这种战前预测战前测试 更重要的是它的时间 到了四月上旬的时候距离高考还有不足两个月 那么那个时间基本上是查缺补漏 做一些小修小补逆缝的工作 大的结构必须在一模之前把它搭建起来巩固住 按我的观察在一模之后 到高考之间出现分数陡增的 基本都属于心理生理不太正常 或者是爆发了 或者是完蛋了 所以那段时间我一般建议大家心平气和的去转一点儿P 儿P就是人品的简称 比如马路边上带着颤颤老奶奶过马路什么的 那东西都都涨高考分呢 但是想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大幅度的涨分 在一模之后对绝大部分同学来讲不可能 所以我希望你注意一模之后的一个主要的革命任务 就是巩固阵地 防守反击 能来一分算一分 能涨半分算半分 那个时候临敲碎打 咱们不捐细留啊 一分两分咱也要 但是呢 第一步是不能退 不能大退 不能崩盘 有人觉得一模之后可能会有崩盘 或者跟前面的学长交流过 一模之后往往是非常痛苦的一段时期 那个那段痛苦比现在要更难受 现在是渴望一战的时候 那会是非常惶恐的时候 为什么 你自己想想 整个高山这一年的时间 如同富重爬山一般 你富的重是越来越重 你爬的山是越来越高 地理老师也会告诉大家 海拔越高空气越稀薄 对不对 那么到了高山反应的时期 或者叫高原反应时期 通常会出现在 现在这个时候 到一模之后 这段 这段时间 绝大多数同学的成绩 会受到一些影响 你就算你是神人吧 多少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有的同学可能是越努力越降分 这种现象是存在的 我原来教的学生里边有几个 我称他们为 叫恐惧主义者 他们不叫恐怖主义 但是这种恐惧主义者 在全班制造恐怖的氛围 每次考试 考完了都是 不是上吊就是跳楼 各种方法 死个十七八遍吧 到最后 我开始还劝 后来我就烦了 基本就是 你想上吊给绳子 你想跳楼 我开窗户 我有各种办法 帮你了断你自己 但是最后呢 发现都活得挺好 大概是在06届 有一个孩子 就属于那种 他真的不是在给你捣乱 他真是发自内心的恐惧 每次大考小考完了 就我完蛋了 我考砸了 我什么什么不会 然后一出来高考94 历史94 我说你这是 见他一次打他一次 这种人折磨我们很久 从他开始 我意识到 有些人是不值得可怜的 所以你不要老看着 有些人考完试就哭 要死要活的 没事 对大多数人而言 如果你发现 你怎么努力 也不长分 有的时候还往下掉分的时候 你要做的唯一的事情 就是继续努力 没有希望 你创造希望 新东方的老于部说 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人生终将辉煌 现在就是一个 近乎于绝望的时候 近乎于绝望 不等于没有希望 他对那些 能够扛得住的人 就是有希望 有人说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也有人说 行白礼者半九十 那合着 前面那百分之九 全白干 都是一半 行白礼者半九十 就是现在这个时间 一模前后这个时间 我们距离这个时间 还有一个月 这一个月 是同学们最后一次 可以大幅度涨分的时候 按照一般学校的教学规律 从这学期开始 要进入到做文中题了 以前可能还都是分科考 文中有文中的考法 那么我现在从技术层面 再次强调文中题的 做题的时候 第一要物是时间分配 历史题一共五十分 五十分钟 一百分 你自己去算 前面的选择题 我的要求是十二道题 在六到八分钟之内 把它搞定 咱们就打着八分钟 如果有图表题 或者有那种 就曲线题 你可能需要看一看 或者甚至算一算的 那么我们给 总共给八分钟 你还有四十二分钟 要做后边的 五十二分的题 对吧 我们按四十分钟 做五十分的题来算 平均每 主观题部分 每一分值0.8分钟 每十分值八分钟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八分钟 做不完十分的题 包括审题 读材料 分析解析 找联系 组织答案 落笔 写完句号 如果你不能够做到八分钟 做完十分的题 这十分就可以扔掉 当然很少有人敢这么扔的 总想着在这再多做一会儿 再多做一会儿 再多做一会儿 其他题你就答不完了 很多时候出现的是 第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题 是各科的比较大的 那个学科内综合题 通常最难的都是那道题 而后部的三十九四十 往往是三科合在一起 或者两科合在一起 那种学科间的综合题 通常它是比较容易的 可是你坐到那的时候 已经彻底崩溃了 你就没有时间了 有的时候丢分丢的 非常的不值得 所以我想从现在开始 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稳定的把做题的速度 给拱固住 这是一个非常要命的事情 有的人说我喜欢 先做地理题 我把地理题都做了 我再做历史题 再做政治题 可以 我不推荐这种方法 但是只要你用得好 随便 现在再也不要听 谁告诉你 学习方法的问题 再也不要听 听人告诉你有什么 灵丹妙药的问题 全是瞎扯 什么都是浮云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按你自己既定的这个步骤 这个节奏 把你所有该做的东西 一点点做完 哪怕你的方法 是最笨的方法 笨的就是有道理的 学习这事本来就没有什么太多的窍门 你现在尝试新方法 没有任何希望 所以我说 不管这条道有多黑 你就一条道走到黑 你到底看他有多黑 通常情况下 到六月八号下午五点 交了卷出来 回首看自己的高中 回首看自己的高三 什么都是浮云 那没什么了不起的那东西 过去了 我现在看 我教了这么些高三毕业生 过去了 一个跳楼子还没有了 倒是上了大学 经常要往下蹦的 所以你会发现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不要过于担心 要稳住自己的脚步 按照既定的路线走下去 我们的历史教学 现在是这样 开篇 我要从各国十月革命开始讲 这在过去的老板的 就我上学说 那个教书里 这部分开始 叫世界现代史 叫世界现代史 而目前来讲呢 西方史学界的主流 认为1900年前后 叫世界现代史的开端 我比较倾向于 目前的主流 这种分期方法 因为如果你把十月革命 作为现代史的开端 那么一战就麻烦了 一战是近代史开打 现代史打完 1917年时候 十月革命 一战是不是 1914到1918年 而一战作为一个历史事件 我认为不能 不能那么分的 原来说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是现代史开端 是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作为近代史开端 相提并问 换言之 近代是西方的时代 现代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时代 这话是吧 咱们继续努力再信一些日子 现在的学术界 这个东西基本上是不大站得住脚的 现代社会 从1900年到现在 差不多又是一百多年过去了 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一件事 是西方仍然是主流 资本主义仍然是主流 咱社会主义玩了一圈之后 现在还剩几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 古巴 越南 北朝鲜 据说利比亚也是 你说咱这帮哥们好像都不大拿得出手 只是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才是最光辉 最伟大 最正确的 这还被社会主义兄弟们骂为 中国是修正主义 你自己想想 好像跟原来的社会主义也不推一样 是吧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要把 俄国的历史 除了前面的那个 1861年农兜制改革 我们已经提过了之外 从十月革命一直讲到苏联解体 今天我会把整个俄国 苏俄 苏联的这段历史呢 给大家做一个小的专题的总结 所以可能后边有些材料 我看到也印到 这个都印完了 后边我们可以挑着来做一做 对于俄国 大家对他的印象应该从两个角度去看 第一 在世界史的范围之内 俄国历史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也就是一个1861年改革 是吧 我们大概回忆一下 1861年改革这件事 涉及的是农奴制被废除 对吗 我们想想他的背景 为什么俄国 沙皇俄国 要做这样一场改革 有印象吗 直接原因是克里米亚战争战脉 对吧 克里米亚战争的对手是谁 本来是俄土战争 后来变成了俄国跟英法 土耳其联军的战争 对吧 土耳其不足利 土耳其外号西亚病夫 跟咱有一拼 但是英法一介入 我要你加一些限定词 1853到55年 对吧 克里米亚战争 对吧 也有时候到56年的 1853年到55年 这克里米亚战争 那这个时间的英法是什么国家 英国已经完全的完成了工业革命 对吧 它是一个地道的资本主义的工业国 法国基本完成 或者说刚刚完成吧 法国是19世纪中期完成的 1853到55年算19世纪中期了 对不对 那么俄国这个封建落后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庞然大物 它面对的是两个世界级排名第一第二的工业国 那谁偷偷下 咱们基本上不用去多想 你想想当年大清国怎么偷偷下的 对不对 我们不是鸭片战争干的就是英国吗 我们二次鸭片战争打的不是英法吗 对不对 你甚至可以往回想 1853到55年 英法把俄国给团了 转过脸了 1856到1860就是第二次鸭片战争吧 人都不带歇着的 都没中场休息 打完俄国就收入中国 对不对 这样的一种状况 让我们看到俄国再不改革 他将不可避免的走上追随中国之路 那就真的不是一个什么好路啊 我说的大清国那个中国 这种状况使得俄国必须要改革 对吧 你反过来再从中国式的角度去看看俄国 中国古代史里我们提过俄国吗 张嘴就来 没有说明你的知识不巩固 你不主条约是怎么回事 亚克萨之战是怎么回事 这是不是俄国的事 清朝为了 尤其康熙帝为了巩固中国的边疆 可以说与俄国有个正面冲突吧 那这是中俄之间的一个东段平等条约 对吗 有战争 有合约 体现了俄国向东扩张的这种速度和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最后这事就过去了吧 然后中国进入康前盛世了 俄国进入大彼得改革 彼得大帝的改革 俄国从彼得大帝改革的时候 资本主义因素就被大量的介绍进俄国 而且有了一些发展 只不过程度相较西欧而言比较低 是吧 那就以这克里米亚战争来说 1856年或者55年吧 俄国战败 这个沙皇自杀了是吧 新的沙皇上台他第一个干的事情 还没进行奴奴制改革呢 他是不是先过来跟着英法一块花分中国来了 阿尔索亚本战争有俄国事没有 有啊 1858年爱辉条约 搁占中国的土地 还有印象吗 黑龙江以北外乡南以南 大概60万平华公里土地 1860年北京条约搁占的是 乌苏里江以东 包括库越岛在内的40万平方公里土地 换言之 两年的时间 俄国魏东一兵一足一枪一弹 就以一个刚刚战败的这样的一个大国的身份 跑到中国来 得到了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和一条和多脑河一样长的河流 合着他战败咱买单是吗 这中国比俄国次多了 然后他继续干 1864年中国勘分西北节约记得到了中国西北 巴尔喀什乎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此后又有七个边界议定书 五个边界议定书搁占了中国霍尔果斯河附近 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样的短时间内密集从中国拿地的这种行为 使得中国边疆受到了极大的憧憬 直到今天我们发现中国跟俄国的领土问题 基本上已经没法再倒回去了吧 我们已经承认了中俄的东段和西段的边界 中国跟俄国今天东段的边界是哪 因为有一个小热点 去年曾经出现一个黑瞎子岛的事件 对不对 咱们说拿回了三分之二的黑瞎子岛 太兴奋了 当时的冰冰棒都快出来了 那岛压根就不是俄国的 那是被俄国非法占领的 没有任何条约把那岛搁上去 然后咱们抢回三分之二来 快高兴 你知道某些人这傻缺子 不是达到一定境界了一下 但是没什么可说的了 咱们今天中俄在东段的这个 分界线是黑龙江的中心主航道 对吗 你再看看尼泊主条约 这些就不能再去多说了 目前为止 我们除非出现某种巨大的变化 除非俄国再解体一次 我们可能能想点什么 要不然就怎么着了 那在与俄国的交往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 像近代史我们也提到 俄国跟英法美这些国家 对中国都侵略是吧 他要的东西最主要是什么 是土地 我给他起个名字叫仕土性 仕土性 对领土有着格外的热爱 对吧 他为什么一定要把中国的领土 一块一块的割走 先后 在他手里直接割让给他的超过150万平方公里土地 到1940年他把外蒙给折腾出去了 外蒙又150 所以直接或间接损失在俄国 包括沙俄 苏俄 苏联手中的中国领土 超过300万平方公里土地 为什么他这么试土 按阶级来分析的话 哪个阶级最喜欢土地 中国人里最喜欢土地的是什么人 地主和农民是吧 农民也爱土 农民跟地主没有本质的区别 农民就是没有地的地主 地主就是有地的农民 这俩是可以转换的 对吧 好 明确这个就知道 那农民和地主在阶级成分划分当中 他们属于什么社会形态下的主要阶级 原始社会 你想清楚这事 封建社会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最多 对吧 好 把这弄清楚 是土性约等于封建性 俄国是仰仗军事对外侵略扩张的这么个国家 对吧 它有军事性和封建性 这使得它在资本主义国家当中 一直是比较落后的那种 1861年 我们看到封建专制的俄国开始进入到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代 这跟农奴制改革密切相关 对吧 我们把这个事一定要 虽然看到都有很多的缺陷 但是还是要往好了去说 最重要的改变是使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有了什么可能性 农奴制被废除以后 它使什么东西成为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 很简单吧 这改革 是不是 农奴获得了什么 谁着急 第一步 人身自由 对吧 人身自由和少量的熟出来的这个粪地 对吧 也就是一点点土地 有人说 如果农奴变成了农民 农民都有一小块土地 这将巩固小农经济吧 小农经济长期大量存在 证明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 会好还是会不好 小农经济长期大量的资本主义发展不会太好 对吧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俄国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阵营中一直是最落后的 它发展的不会太好 另外一个 跟谁比对吧 这个小农经济确实是长期大量存在 但是它跟农奴经济相比是进步了是退步 进步了 因为农民可以有一小块地成为自己的私有财产 这块地它可以种 它也可以卖了 对不对 对不对 特别是人身自由 有了人身自由 它把地一卖 它就可以到工厂里去当自由的劳动力了 所以实际上比农奴的时代还是有进步的 这事你就从两个角度去看 一方面它的资本主义肯定发展的不会太好 另外一方面肯定比原来要好得多 能理解这点吗 好 那么俄国的这样的一个特性 就使得它的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 当然1861年以后到1900年 就是近代史的最后这段里边 西方的英法美德这些国家什么呀 有一个大事叫第二次工业革命吧 第二次工业革命首先在美国德国这样的国家爆发 对吧 英法也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强国 他们也受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这个极大的推动 所以这些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迅速的发展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大踏步前进的基础上 再次获得飞跃性的发展 我们如果用生产力发展的这个几个标志性的词语来说的话 第一次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中期基本结束的时候 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成了资本主义的工业国对吧 但是他主要是轻工业国 而第二次工业革命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成了什么 我们可以叫做帝国主义国家 但是从生产力角度来说叫重工业国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重工业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主要国家发展的非常快 特别是垄断的产生 使得西方国家在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面有了长度的进步 这样的情况是应该说英华美德的发展程度 要远远超过俄国和日本 而在这段里边俄国改革了 日本也改革了 这两个国家属于后来不能叫后来居上 后来往上赶吧 自己发展的也很快 而且在第一第二两次工业革命交叉进行的时候 这两个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还是比较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吧 他们的发展也算很快 但是他的试图性或者说他的军事封建性 是没有得到彻底清算的 因为俄国是沙皇专制 日本是什么 日本实际上是天皇专制 对吧 只不过有了1889年一个大日本帝国宪法 那宪法实际上是以法律的形式捍卫天皇的神权家政权 对吧 那是一个最 属于最专制的民主制度 你得承认他是有宪法 是君主立宪 是二元的 是民主的 但是呢 他是最偏向专制的这种民主制度 俄国干脆就是君主专制 对吧 好 明确这些 我们大概把这个格局分清楚 我们来看看俄国十月革命 说到十月革命 总得说一战 一战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一次分装大战 我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背景 那么如果我不画地图了 我把这个这几国家的位置写在这 我们如果在这写上 比如拿他当英国 相比较 这就得是法国吧 这格林纪的海峡 对吧 那这就得是德国 这是不是奥匈帝国 这是一伟大的意大利 对不对 大概是这个位置吧 俄国呢 这一片多了 这我都写小了 我告诉你 对对对 你就发现这是这几个强国是吧 好 那你要注意的是 在美国怎么搁这边 大西洋在这边 美国搁这 日本呢 日本搁这 然后这里中国 中国就算了 中国对世界 我们不参与这些倒霉的国家的事情 这几大强国 我们注意注意来看 最根本尖锐的矛盾是谁 谁的矛盾 一旦我们没讲 但你需要了解 最根本的矛盾 应得竞争 应法有矛盾 德法更有矛盾吧 德法是仇是吧 这俩属于对面 剪了那把刀子的主 还有俄奥有矛盾 法义有矛盾 奥义有矛盾 英俄也有矛盾 这整个欧洲就一团乱 但最重要的矛盾 将导致这些 最后这几个两大集团形成的 是这样 德国跟奥匈帝国 在比斯麦统一的时候 以一种比较体面的方式 把奥地利给驱除了 对吧 奥地利虽向东发展 兼并了匈牙利 成为奥匈帝国 明白吗 他不再向西发展 不干涉德国统一了 他跑去兼并匈牙利去了 而这个奥地利本身是个热曼民族国家 奥地利本身 它是一个热曼国家 说德语的 它跟德国关系很精密 所以最终这两个是铁杆 铁杆的同盟 意大利呢 因为跟法国争夺北非失败 所以他加入了这个同盟国 但是意大利人你永远不要相信他 打起战了 他是要投降这边的 意大利人思维很奔放 英法是具有一定 这种共同利益的 因为他们两个国家 分别是世界第一第二大殖民帝国 他们在殖民扩张的过程当中 借着工业革命的这个优势 可以说占尽天下的便宜 而第一次工业革命 对于德国来讲 他没有完成统一是吧 他就比较着急 当他发现自己统一了之后 又迎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又使得德国的重工业体系完全建立 并在工业产生达到世界第二的时候 已经超越英法了 是吧 你就发现英法是世界工业老三老四 却掌握着老大老二的殖民地 而德国是世界工业的老二 却在殖民帝国里边排名可能连前十都进不去 因为他动手太晚了 比他工业水平更高的是美国 美国比他工业水平高 按说美国也没什么殖民地是吧 但是美国有一个庞大的本土 美国要把自个的国内市场策略好了 这就需要他且干些年头了 因此美德这两国之间在争取新的殖民地方面 德国比美国要迫切的多 对不对 他越迫切 他瞧着谁就越有气 英国 他瞧着英国就越有气 对不对 英国是世界老大 殖民地老大 实力不如我还干这么多地 德国人喊出一个口号来 我们也要用我们的剑 为我们的梨开辟日光下的土地 明白吗 用我们的剑为我们的梨 梨就是农业吧 开辟日光下的土地 这一看就是说谁呢 说英国 因为英国外号叫日不落地国 我们也要日光下的土地 对不对 英德的矛盾日益尖锐 英国人也防着德国 比如英国最著名的政治领导家之一 叫丘吉尔 丘吉尔二战的时候特别有名 是吧 一战的时候就特别有名了 一战以前就已经是大臣这级的国家战部了 他当年当过一战前的英国海军大臣 他说过一句明年 他说指着德国说 说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 如今正在谋求成为世界第二强大的海军 任何一个有思想的英国人都不能做事不管 明白什么意思吗 他要在海上遏制德国 对不对 这个遏制的政策最终在一战二战中 都是起到了重要的效果 英德矛盾越来越激化 就迫使英法走到一起 因为法德是世仇 这都有民族仇国家 太甚了 英法走在一起 而德奥走在一起 对付英法 意大利首处两端 这人不可信任 这就叫上俄国了 俄国跟谁走在一起 俄国跟奥地利 奥兄帝国有矛盾是吧 他们要争夺巴尔干 俄国需要在巴尔干找到出海口 知道巴尔干在哪吗 巴尔干底下是地中海 上面是黑海是吧 从这条能够出来 包括土耳其在那都算巴尔干地区 从这出来 俄国将获得最好的不动港 还有一个就是争霸北非和西亚地区 他都可以占到便宜吧 如果把这给他封死了 他就剩北冰洋 那大西洋那头 太平洋那头 但都太靠北 对不对 弗拉底沃斯托克是从中国抢的 原来是海深海吧 那个地方是个半东港 摩尔曼斯克是不动港 但是那是俄国唯一的不动港 他的舰队在冬天几乎是不能行动的 这不利于他在全世界争霸 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争 而奥匈帝国被德国挤出向西扩张的可能 他就开始向东扩张 向东是不是就是匈牙利 再往这边就是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就这些巴尔干国家了吧 奥匈帝国想把这块给拿下 俄国想把这块给拿下 这打是非恰不可 按说奥匈帝国跟俄国打不到一块去 因为俄国太大 奥匈帝国已经相对比较落后了 但问题是背后有德国 德国我支持你 抽的 老兄弟我一想你支持 我当然抽的 俄国再怎么你也不敢跟德国打 面对德澳的这种联合 俄国必须要想办法跟敌人的敌人联合 对不对 其实就是跟英国联合 就跟英国联合 英国之间有非常深的矛盾 说一点中国近代 谁让你们想 有些事我说全了你就能想通了 英国跟俄国 英国是全球争霸对吧 这全球也包括中国吧 在中国的远东地区 英国有它的利益 而俄国在这 也是有它的利益 双方的利益就在东北这个地方 那么英国已经受到德国在欧洲的直接挑战 他已经不大能够承受 同时多点出击 既对抗德国又对抗俄国 所以他需要在亚洲找一个伙伴来帮助他 英国要联合这个伙伴对抗俄国的扩张 这个伙伴只有两个可能的候选人 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日本 你想想东亚 是不是也就是这俩国家还比较像个国家 中国很大 虽然被打败了好几次 但是架子还没倒 日本是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 结果在中日爆发一战的时候 英国是管了没有 英国故意在里边让你们打吧 说白了你们竞争一下 然后赢的那个我跟他结盟 1895年中国战败 日本战胜 英国没有管中国的事 反而在1902年跟日本签订了英日同盟 英日同盟1902年签字 1904年日本跟俄国打日俄战争 俄国又惨败 俄国惨败导致1905年俄国议会改革 导致世界范围内认为君主专制 打不过君主立宪 甚至连中国都动了君主立宪的念头 谁 孙珠山君主立宪 康有为已经过点了 康有为1898年呢 对 1905年是慈禧太后要 要准备立宪了 他派武大臣出院考察宪政 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 1908年颁布亲定宪法大纲 眼瞅中国就现在化了 老太太根都过去了 真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巨大损失 连慈禧都要君主立宪了 你听着这儿子都这么荒谬 但是这就是世界大势的发展方向 俄国在这次战败之后 元气大伤 但是他又进行了一些政治体制上的改革 那应该说俄国跟日本是世仇吧 转过来 俄国跟英国也是很深的仇恨 对不对 那你就发现 作为俄国人 面对英国跟你的竞争 面对奥兄弟国跟你的竞争 背后是德国 奥兄弟国跟你的竞争 两者都是你的仇人 你选择跟谁结盟 或者暂时结盟 干掉另外一个 是英国还是德 那么你在做出判断的时候 可能会很难吧 那我需要你想想 亚洲或者中国这边 是俄国的关键利益所在 还是巴尔干式的关键利益所在 巴尔干 巴尔干离他最近 而且直接进入到地中海 地中海是欧洲 非洲 亚洲 中间这海吧 这个地方的战略位置 要比太平洋重要得多 起码在当年是那样的 对吗 在这种时候 俄国把这个矛盾作为最主要的矛盾 他化解了通英国在远东的这个争端 干脆形成英俄协约 英法本来有协约 英俄一协约 法俄自动就协约了吧 这法俄协约你看看法国这国家跟俄国居然能搞在一块去 见了大头鬼了 法国宣扬的是什么呀 民主自由平等博爱 俄国呢 欧洲宪兵 民族监狱 沙皇专制 在法俄协约签字的时候 马赛曲在俄国是禁歌 谁唱马赛曲是要抓起来的 因为马赛曲鼓吹的是自由 自由是一种罪恶 你看这个俄国这非常高 那么从这也可以看出一点来 在世界尤其在近代外交里面 近现代外交里面 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 是意识形态还是国家利益 好 当然是国家利益 对不对 好 好这就形成了英法俄三国协约 德意澳三国同盟 这一争实际上是要重新瓜分殖民地 对吧 打完了以后 一战打完了 那当然是意大利是参加到这边来了 咱不说了 这臭流氓 澳雄帝国解体什么都没有了 德国所有海外殖民地被瓜分了 这是后来就是在一战之后的事情 但是在这一战当中 俄国是倾其全力来打的 我们知道一战有三条战线 西线 东线 南线 南线是最不激烈的 因为意大利人连打仗都非常懒 意大利人通常就是打仗的时候 就是他要睡午觉的 你知道吗 每天要定时休息 这个忽略不计了 西线非常的激烈 双方出现了大规模的这种会战 动辄死伤几十万人的事情常见 东线主要就是由俄国对德奥作战 德国的主要经历在西线 奥兄帝国的主要经历在东线 大概的胜负趋势就是 俄国每次抱传完奥兄帝国 德国分出一支残余兵来过来 又能把俄国人打跑 这双方在东线是拉锯带 俄国存在的价值就是不投降 就是坚决不投降 让德国人添恶心 保证我在东边有一个随时可能抽你的 虚弱的巨无霸 真正的战场都在这里 德国人当时两线作战也挺寒的 俄国这么撑着 哪撑得住 一战从14年打 15年16年到17年的时候混不下去了 俄国经济崩溃 因为俄国整个工业水平在这些国家里是最低的之一 所以它不能满足这个国家大规模长时间战争的需要 你也别忘了 一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此前从来没有任何国家打过世界大战 没有人打这么长时间的天天打仗 俄国的消耗远非它事先所能够料想 所以到最后人员大量的伤亡 俄国的一年大战伤亡了1500万人 财产损失无算 农业下降一半 工业下降80% 这些东西全下来以后 沙皇的统治岌岌可畏 二月革命是怎么回事 1917年的二月革命 我们要学过都应该知道 它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的一次革命 原来有些书上说二月革命是历史的必然 那瞎掰 二月革命就跟最近中东的局势差不多 直接起源是什么呢 老百姓上街买面包 面包卖完了 老百姓说了几句愤怒的泄丝愤的话 军警就过来抓人 老百姓就去你地方 沙皇就推翻了 这么简单 你想想穆巴拉克同志 你再相信 图尼斯总统和阿里同志 他们都会理解当年的革命情况是什么样 就在上个月发生的这几件事吧 你想想穆巴拉克30年的独裁专制统治 而且他威望也非常高 号出中东第一强人 18天滚蛋 对不对 这是一种大势所趋 俄国沙皇最后就因为提供不了足够的面包 很大 沙皇被推翻 资产阶级和互产阶级联合起来发动的二月革命 但这个革命以推翻沙皇为目的 它是什么性质的革命 咱们把这性质弄清楚了 二月革命 对吧 二月革命是什么性质的革命 推翻沙皇 沙皇是什么统治 封建专制统治 对吧 反封建是什么革命的主要任务 资产阶级 你别给他人家救民主新民主 那是中国 对吧 救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 在中国特色里边分两段 人家不分旧核心吧 对吧 它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那么也就是说革命的成果顺理成章应该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掌权吧 可问题是这么先言从1861年到这会资本主义有了大发展 帝国主义也建立了 可是资本主义的总体发展水平是比较低的吧 俄国的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嘛 资产阶级相对软弱 他们掌握了政权 却不能完全控制 我们看到二月革命以后 俄国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能理解这点吗 两个政权并存 一山不容二虎 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 总得有一个下去的 对吧 这会儿无产阶级往何处去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需要人指明方向的时候 一个伟人出现了 他叫做弗拉基米尔·修里昂诺夫 简称列宁 他从哪出现 二月革命的时候 老兄还在瑞士那玩呢 而且在此前不久 列宁同志以50岁左右的年龄 40多岁50岁的年龄 正在一个政治家的黄金时期 凯然常态 说我们看不到俄国革命的未来了 要交给年轻人去罢了 一直之消沉 已经悦然指上 突然听说 喂了面包 杀黄黄了 这事也太好玩了 我要回去 我一定要回去 可是你想那意图 他从瑞士那地方要回 因为俄国 这不随好走 中间是不是一战战场 这会儿就出现一个历史的悬案 很多咱们这本历史说坚决不说 知道也不告诉你的 谁把列宁送回来 德国 德国把列宁这掌头给送回来 德国为什么要把列宁送回来 很简单 俄国革命了 沙皇倒台了 最高兴的是谁 是德国 因为德国你完了 你肯定退出大战了 对不对 你退出我集中兵力 修理小英小法 不是玩吗 对不对 赶紧退出赶紧退出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说 吉尔达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拒绝退出大战 俄国仍然在战争中 仍然在东线 虽然打不成什么漂亮仗 但哥那怪讨厌的是吧 德国人很烦啊 你已经乱了 你就退出吧 你不退出说明你乱的不够 我要找一个让你乱的更彻底的人 令您同志在哪里 当时德国的总 就是统签部的总参谋部 已经制定了详细的方案 若干种方案 把列宁找到送回俄国去 最后列宁就是坐着 德国军区部长鲁登道夫的军用专列 通过战区的 送到芬兰 从芬兰再进俄国就很容易了 列宁从这化妆成火车司机的儿子 戴着一个工人的帽子 往那一边往正习机里边 一边就进了俄国 同时脑子里在思考 如何领导俄国革命 回来了 列宁同志回来了 无产阶级正在彷徨当中 缺乏一个领袖的指示 列宁同志说 我来给你们讲一讲 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 这是一个演讲的题目 简称叫四月提高 二月革命之后 无产阶级迎来了他们的领袖 四月提高 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 是什么 就是夺权 就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心里很激动 领袖让我们夺权 让我们专政 但是列宁并没有提出 记住啊 他并没有提出暴力革命 这会儿他还没想到十月革命 因为他知道资产阶级很软弱 无产阶级很强大 他完全可以通过非暴力的方式 把权力愣抢过来 可问题是资产阶级也不想 轻轻松松就把权力给无产阶级 对吧 他们在谈判不成的时候 发动了七月流血事件 七月流血事件 是无产阶级上街游行 资产阶级居然敢开枪的呀 那么从二月革命以后 到七月流血事件之间 五个月左右的俄国政治 叫两个政权并存 对吗 七月流血事件以后 一个政权转入地下了 无产阶级就转入地下吧 列宁开始直接策划十月革命 这里面有多少争论 咱们都不用去多说了 最后十月革命了 这都是俄历啊 这个十月是俄历 十月二十五号 相当于公立的十一月七号 十一月七号 十月革命 阿富罗尔号巡洋剑一声炮响 就把彼得格勒给拿下了吧 你一会发现 怎么资产阶级这么软弱 资产阶级就没有做出 那么像样的抵抗 在潮水一般的工人 士兵 自卫队的这种乌拉声中 资产阶级的政权 土崩瓦解 你要看过有一部电影 叫列宁在十月 你黑白片子 你网上大约斗急了 列宁在十月 那里边就跟人民大厂 东宫那个大台阶 上面重满了沙包 里边架着机枪 反动的资产阶级士兵 对着人群开枪 伤亡无算 人民踏着 鲜血冒着炮火 冲上去 最后拉下东宫 革命胜利 瞎掰 整个攻打东宫的战役 一共死了六个人 后来拍这电影的时候 因为群众演员 组织不当 猜死的人 比那六个人多 瞎掰 俄国历史经常这么瞎掰 说完就无拉一声 那王爷就散了 就知道吗 资产阶级在俄国的地位 也就这样 无产阶级建立了政权 列宁同志 开始把这个俄国 带入到一个新的历史事情 好 十月革命成功 俄国的名字就要换了吧 俄国在二月革命以前叫什么 叫沙俄 对吧 叫沙俄 二月到十月叫什么 就叫俄罗斯 一九一七年是吧 一九一七年十月 开始叫苏俄 什么时候开始叫苏联呢 这二战后 二战就是苏联 苏联是打了的 一九二二年 改名叫苏联 什么时候苏联解体的 一九九一年 所以苏联的历史 六十九年 苏联 一九九一年到现在 他又叫俄罗斯了 还是这个名字 用的国旗 还是这个国旗 现在俄罗斯的国旗 就是红白蓝的三色旗 就是这会儿 临时政府这个旗 那么俄国人 能用自己的行动 向世界历史研究家证明 我们从这 就走回到这了 对吗 那中间这一九一七到一九九一之间 这几年 是不是一大弯绕过去了 由此有人得出一个结论 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最远的路 这是很反动的一句话 非常恶毒 我们坚决要抵制他 反正俄国事实是这样的 把这个弄清楚以后 我们来看看列宁的政策 好 列宁的在一战 其实这还一战过程中了吧 新兴的思维 国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面包 没有面包就 通知不下去是吧 所以他提出土地 面包 和平 这三项是不是最重要的 土地是生产资料 面包是生活资料 和平 那比生产资料加生活资料还得重要 可以这么说 沙皇因为战争而丢掉了国家 临时政府因为什么而丢掉了国家 还是战争 对不对 所以对内要实行土地法令 对外要实行和平法令 列宁公布的法令 第一土地法令 在这儿我不用详说 你只要记一点就行 就是他宣布 把土地的使用权 无偿分配给农民 注意 这就听出问题来了 不是所有权 明白吗 使用权无偿分配给农民 农民兴奋了一下子之后 发现为日后的某些政策 将奠定基础吧 因为这土地不完全是你的 和平法令是宣布 俄国将退出大战 德国为此欢欣鼓舞 当年跟德国去谈判的人 是列宁亲自挑选的 谈判的结果是 商量出一个叫布里斯特合约 布里斯特在今天 应该在波兰境内 这个地方 俄国跟德国签了个条约 但这条约的文本 极尽苛刻 它基本是把俄国 欧洲部分的重工业基地 全部割让给德国 人口也将损失到四分之一左右 换言之 俄国将受到 伤惊动骨式的这种打击 德国把这个文本拿出来的时候 前面谈判的俄国代表都受不了 谈好的文本 这些人发给 莫斯特 发给这个彼得堡 让俄共中央的这些人来看 列宁同志看完了 心情很沉痛 但是他决定签这个条约 可是当时俄国还是有一点点党内民主的 在讨论的时候 绝大部分代表反对这个条约 认为他丧权入国 绝对不能接受 最后列宁同志做了一个非常动人的演讲 演讲当中他提到说 谁今天不在布列斯特合约上签字 他明天就将在苏维埃国家的死亡证明上签字 明白这句话吗 你今天拒签布列斯特合约 就意味着你不退出大战 对吧 不退出大战 苏维埃俄国会怎么样 必死无疑 所以最后他说 我征求大家的同意来签这个布列斯特合约 如果你们否决的话 我将辞去我的职务 他以辞职相威胁 这些俄国的共产党的领袖们有点烦约 总不能让自己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辞职吧 太阳要辞职了 万物怎么办 所以他们心中还是很仰慕这位领袖的 被迫以微弱多数通过签这条约 一签之后 这德国当然占了很大便宜 是吧 立刻把军队全挪到英法这边去了 你说最恶的是德国人 最恨的是谁 英法吧 英法恨死俄国了 你搞什么制度我们不管 这社会主义也不是很讨厌的事情 因为以前没有社会主义 对不对 你不过是个新鲜事物 我为什么发自内心的要仇恨你 你太损了 你这一退出 他这兵全过来了 一战在1918年的时候 差点让德国翻了牌 幸亏他退出以后美国加入了 他退出跟美国加入 美国是刚刚加入不久 这会还算勉强持平 后来中国一加入 德国就失败了 咱是中国是协议和帝国主义 你不知道吧 咱一出来 咱真派兵去游州了 派了十万民工 他们那战壕都是咋挖的 打仗 打仗习习习税吧 这真打不过人 英法这些西方国家 切齿痛恨俄国 是吧 德国老百姓也不喜欢这个 政府里边 党内有很多人反对这个 都认为列宁 丧权入国 这就是大政治家 跟普通人的区别 列宁同志是大政治家 他高瞻远瞩的发现 德国以异国之力 奥匈帝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意大利是可以寄到对方去的 德国以异国之力 面对的是英 法 美 这些世界级的强国 还有日本 还有中国 还有意大利 这些都是世界级的强国 所以德国必败 德国一败 我就宣布那条约作废 不是就完了吗 说白了 签的时候就没打算执行 马上这样的事情 列宁同志干了好些了 列宁同志得罪英法这些国家 还有一些事 除了这算背心器 有点是吧 但是他还干了一些 特别振奋人心的事 对中国人民说 沙皇俄国 对你们侵占的领土 派人来收回 你们欠俄国的钱 我们都不要了 这都是非法所得 我们不要 中国人哗哭的 列宁同志 亲啊 第三世界人民 他太庆了 特别喜欢苏俄 老头转过脸就对 对英法这些国家说 我们欠你的钱也不给了 这份轮到法国人也哭 那时候 晚上哭的话 孙悦 法国当年有大量的这种钱 投资在俄国 血本无归 一战是法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力 虽然一战他打赢了 但你知道战场主要在法国是吧 法国打赢了也打残了 打残了又发现 投出去的钱收不回来了 法国经济受到重创 这样的一个过程 你会发现俄国实际上他签这条约的唯一目的是什么 缓一口气 因为战争已经让我缓不过气来了 缓不过气的就是死 对不对 我缓一口气 将来再说 事实证明德国果然战败了 布里斯的合约果然被废除了 俄国果然收复领土了 缓一口气